材料清单,牛奶250毫升,茶叶3克,糖10克,锅大火烧热至快冒烟状态,转小火入糖糯化至成综合色后,入牛奶茶叶,转大中火煮沸后,转中小火再煮一块,煮到飘出牛奶和茶叶混合的方向就好了,小贴士请使用纯牛奶可以用来本冲泡的,冰糖白糖随便,茶叶随便,全程无水无油,不要干锅干, 不喜欢茶叶末用茶包,也可以约先把牛奶和茶叶,先一起放在杯子里泡上一下火,这样出来茶味,会浓一些 即兴自派的同学,请就看这一句话贴士,如果还有任何疑问,请看以下的详情贴士好吗? 不敢说100%有你要的答案,99%有了吧?先把货烧热伤后的好方法,来自iT同学,杂方感谢 牛奶只要纯牛奶都行,也可以用奶粉冲泡,效果是一样的,另外如果不喜欢牛奶皮产生的话,可以使用脱脂奶,糖的话用冰糖白糖都行的,茶叶也随便啊,真的随便啊 我个人喜欢绿茶或花茶,总结是绿茶清爽型,花茶纯香型,红茶色滑型,普尔农郁型,大家各取所需,想加什么茶加水马茶吧,加个咖啡就是月亮 对了,iT同学说,用乌龙茶味道很奇怪,如果有黑暗料理界的同学,愿意尝试苦冰茶,记得告诉我啊,用铁观音的注意了,传说出来是咸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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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表示苦的挺重,菜肚上的材料用量比例,这些完全只是非常私人口味的参考啊 请大家千万按个人口味实际来调节 而且,这款奶茶的特色真的是分量随意每次都不一样的滋味在Munite 我想可能是糖的甜度不同吧,我最新买的冰糖要放十几粒,才能喝出甜蓝 所以大家糖就按平时自己的用量放好了 实在对糖量把握不好 又怕甜的 可以熬加糖时少用一点 最后奶茶煮好后 觉得不够甜 再加点点砂糖就好 另外加糖的时候要考虑到牛奶煮后 会蒸发大概三分之一 甚至更多 茶叶到一样也按自己 平时泡一杯茶用的量来放吧 三 煮奶茶全过程无油 无选 煮的时候不要盖锅盖 不喜欢茶叶就用茶包 你要是加盖锅子会哭的 哭很多牛奶泪出来的 然后你也会跟着一起哭了 如果锅小的话 一旦沸腾就立刻把锅端起来 暂时离火一下 把火转小后再把锅放回去 有效避免预锅 四 很重要也是唯一难点的熬焦糖 一 不用水干熬 是因为加水 会让奶茶的口感变淡 最后会出现一种喝起来茶水牛奶分离的化白口的效果 如果你口味特别 就喜欢这样子的 但我没说 真有这样口味的人吗 二 对于不常熬糖的新手生手 我强烈建议 还是有点耐心小火慢慢熬 有效降低毁锅风险 中火鼠手和大火熬糖大鲜 神马的请跳过 三 另外 做过的同学们可显身通 提出各种很好的保护建议 而同学给的建议 是用勺子来熬食过的同学们表示靠谱 而同学提出用电饭包熬焦糖 完全不用担心毁锅结果 勇敢的 而同学尝试后 表示在第二次的时候 饭包君受不了身亡了 而同学 欢喜的说 用不沾锅熬焦糖 完全不毁锅 这个方法 我表示客户 而说白色糖吃锅熬的 完全不会沾锅啊 不比里外君没有变黑 依然很白 也很好刷 没有不沾锅的同学们加 耳特神奇的说 加一滴油就变不沾锅了 对奶茶味道目有影响吗 味道不会变得奇怪哦 不 焦糖熬好后 倒入牛奶的一瞬间会凝固一下 但是随着加热搅拌 又会慢慢化掉的啦 不要担忧 要是居然不成功 办法留言 看看别人的经验和教训 绝对有好处哟 不要用任何塑料制品 来参与柔教堂 哪怕是高温茶也不行 会受不了的 不然就会像儿童鞋一样的 此分武裂什么的 人生危险什么的 你们这群人呢 我的天使 到底要加多茶茶够啊 好没茶味的人呢 牛奶煮费了吗 煮费了吗 煮到茶也飘香了吗 要用牛奶啊 亲 纯牛奶啊 不是乳酸饮料啊 亲 不管是旺仔牛奶 还是猛牛酸酸乳 还是一粒早餐奶 这些货 都是乳酸饮料啊 它们不是牛奶啊 不要搞错啊 微波炉普通奶茶 私懒鬼神码的 有同学给出了吐温版 我有乐的通懒 不用拍步骤图了 微波炉熬焦糖法子 来自儿童鞋的留言 有会微波炉风险 很不错 今天我实践了一下 味道真不错 我的做法是取一小块冰糖 两个模具大小 用微波炉高火 加热两分钟 750W微波炉 焦糖就熬好了 比用多次熬鸡块又好 适合懒人